何貝宇 戰娜不想戰的 香港人意識何貝宇 日本都是由她的英文名Gina開始 她以Lemo身份入行 初出道時總是被人很囂張的感覺 兼言談大膽 Gina變成為戰娜 但原來串嘴、口臭、兼性感 這些都不是Gina的真本性 她接受訪問時表示 自己入行時只有20歲 直到24歲的三、四年間 其實只是一個任人擺佈的公仔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當時報紙、雜誌的報道 那些絕屈的言論、穿穿公的回應 其實都不是她真正的想法 全部都是身邊人叫她說什麼就要說什麼 助手會教她如何回答記者的問題 這樣令Gina人氣急升 但她認為自己的形象也變得很差 人人都以為Gina何佩優是碎格 但沒有人會知道 其實這些都是公司製造出來的表象 Gina雖然對這個形象感到不滿 但她亦不能否認這個形象 亦為她帶來了知名度 另外她更加說感激 曾經出賣過她的好姊妹 讓她在人生路上上了寶貴的一課 多謝 因為是她們 我現在惡失了什麼錢 如果沒有她們 我現在 我不知 我不會回家 我會靠別人 我會想 公司有什麼計劃 如果有什麼計劃 如果有什麼計劃 我就跟什麼計劃 但是 我很多謝她們 令我自己 勝得 自強 還有 有很多人生的實踐經驗 我真的感謝她們 因為知不知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 很久以前 我們不是白毛出來的 有一個女生 有兩個的 我不說名 但她們很喜歡玩心理戰 她們很喜歡玩心理戰 可能這段時間 你學的 就對付你 就對付你 搞很多很多事情 後來她會令我哭 真的哭很不開心 為何你平時對我很好 突然這樣 她怎樣針對你 她可以令我掛著她 我在地上 我打給她 你在哪裡 我會這樣 但誰知道 第二天 可能立刻來一個 殺你措手不及 令你不舒服 令你哭 然後 原來那天要嚇著你 即她要拍照你 她要拍照你 OK 那時候 要玩到這樣 對 她是這樣繞 可能繞百多個圈 去到那個目的 我以前是不知道 完全中了計 真的很不開心 是真的 完全不開心 小洗手間 是真的 幫我 做不開心 做不開心 就是